Hello大家好,这里是周奈迪的Vlog 是的,我们终于全家人都开始了心心念念的西藏自驾游 我们是从北京出发,一路自驾,一直抵达西藏 那么这过程当中需要经过很多的城市和省份 今天就带大家解读一下如何能快速轻松的掌握各个城市以及各个省份的疫情措施 我给大家总结了最重要的三点 也就是说,如果你也有想旅行的心 那么你就做到这三点,我们就能保证我们的旅途无忧 这期节目可都是我的亲身经历,呕心沥血总结出来的 建议你先收藏,持续关注我们 首先第一点,一定要提前一周的时间 在官网上查询你下一站要抵达的城市的疫情政策 那么我给大家推荐的最简单的查询方式 就是你打开抖音,在搜索框里 直接搜索疫情两个字 然后就会出现疫情的实时追踪 紧接着我们往下看,找到疫情政策 在这个空白处输入你下一站要抵达的城市 比如说我们从北京到兰州 这样就可以查到相关的政策 然后你再对照自己所在区域的疫情等级 就可以很方便很快捷的找到你下一站抵达的这个城市 针对你自身情况的疫情措施 接下来就是重要的第二点 我相信肯定有朋友不会查询自己所在区域的风险等级 那么我们就在手机小程序里面直接搜索国务院客户端 进去之后找到疫情风险查询 紧接着我们点进去就可以查询到区域的风险等级 比如可以选择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街道 下面出现的就是精确到这个街道的风险等级 紧接着就是重要的第三点 在我们学会查找下一站抵达城市的疫情措施 和自己所在区域的风险等级之后 这些还是不够的 我们还要亲自联系你下一站抵达城市 你要居住的地方的管辖街道 再次详细咨询疫情政策 因为疫情随时都会发生电话 有很多闹市区的管辖街道 他们的管控等级会更为严格一些 所以只有精确查询到你要居住的地区的管辖街道 才能获得最准确的疫情管控政策 最后再给大家做一个小提示 当你抵达了居住地之后 一定要第一时间向这个居住地的管控街道的工作人员进行报备 详细的登记我们的报备信息 然后服从疫情政策安排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查询你下一站抵达城市 居住地管辖街道的联系方式 你可以直接问你订酒店的工作人员 他会告诉你他们这个区域属于哪个管辖街道 具体的办公电话是多少 这样你就可以直接打电话咨询了 好了 关于自驾游疫情政策方面 你还有什么想了解的 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我们下期见 拜拜